哈囉 大家好 我是谷徒旋路的張小忍 張小忍就是我 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樣事情 剛好有路有在問我 為什麼我的板都要烤得超微搭 這樣不是很漂亮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原木色 這個是沒有烤過的顏色 那我們進行烤化 燙化第一步 它的輕微燙化就是這樣子 大家 各位已經覺得 哇 這樣好漂亮 看到年輪 這些生長紋什麼的 這一部分 要做到這一步 非常簡單 從這裡變這裡 只要輕輕火烤一下 來 我們裝一下火槍 馬上為各位示範一下 等我一下 裝一下火槍 我們的火槍只要這樣子稍微烤一下 它馬上就可以燙化 很簡單 這種燙化 燙化非常簡單 火稍微烤一下 它馬上就燙化 這叫 這個我稱為輕 我自己稱為 我自己把它剪成為輕微燙化 那這個叫深度燙化 就是說 我們把它燙化到一個很深的定度 那像余老師說的 它這個是夏令紋 這個是冬令紋 那冬令紋比較深 所以我們燙化可以燙化到比較深的位置去 那為什麼我要燙化到這樣子呢 來 你們看這個原木色的框就知道了 上面是原木色 下面是使用一年後變死白色 我稱為這個叫死白的木頭 整個顏色呢 整個顏色都被太陽曬啊 焦水啊 等等的 自然因素而影響 變成這種死白色 這種死白色 我個人覺得非常醜啦 所以我們都會進行一個碳化模式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進行這個碳化模式呢 這是希望說 它可以撐久一點 那你會問我說 小忍 那這個輕微燙化也不錯啊 對 不錯 那你看這個背板 你還會覺得它不錯嗎 它從輕微燙化慢慢退化退化 因為你每天在焦水慢慢退退退 就變這樣子 它紋路就越來越淺 然後木板會變死白色 所以輕微燙化我最近比較不喜歡用 我都會幫陸友把它帶來的背板 再做一次強化碳化這樣子 那其實做到這裡 你還可以進行一個刷板的動作 讓它變得更漂亮 你就用鋼刷 上膠刷去刷 讓它變得更漂亮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作風 就是整個燙化這樣就好了 而且燙化的木板可以撐比較久一點點 裡面比較不會爛掉 那一塊爛掉的木板呢 在這 你看這一塊 對焦 它裡面的木板就是因為長期在水苔的保護下 然後又沒有透風透氣 所以這裡很明顯的就已經爛掉了 那如果你做三層碳化以後 它可以比較減緩這個動作 也是會爛掉 不過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它整個表面已經被碳化處理了 所以它會比較慢一點爛掉 所以說 每一種板材都每一種板材的個人喜好 那我是以 我個人覺得撐比較久的方式去幫各位處理這樣子 那 這是我的經驗 經驗 經驗 分享 談 好 那 就這樣子啦 拜拜